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七个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二次海膜病 一提二次海膜病 大家都知道老年痴呆 但是原因特别复杂 搞不清楚 目前科学家也不清楚 有些人说是跟遗传有关 有些人说是跟生活方式有关 同时他还跟营养有关 我们来看一看 二次海膜病老年痴呆 全球有八五千万老年痴呆患者 中国占了一千万 所以说位居全球第一 营养问题是 二次海膜病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早期研究显示 营养不良与二次海膜病患者的 认知受限 病情加速 以及死亡率增加是有关系的 今日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天台医院 他们在Frontiers in Nutrition发文 那么身体成分和营养模式 等营养相关的变量 与二次海膜病发展和进展 显著相关 营养不良或增加 什么呢 二次海膜病的风险 并且随着二次海膜病的进展 可以加剧营养不良 这是个负性的循环 好 继续来看 在这些研究中 研究人员分析了 2019年4月到2023年4月 入组天台医院的 266名参与者 平均年龄65岁 从不同营养成分来看 二次海膜病组的总钙 总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载质蛋白 A1和液酸水平均低于正常组 就是没有二次海膜病的这个组 同性半个氨酸水平呢 是高于正常组的 在二次海膜病的组中 那么总蛋白水平液酸 维生素B12低于轻度认知障碍组 而血液中 同性半个氨酸水平明显高于轻度认知障碍组 总之一条 这些营养元素的不足 都可能和这个二次海膜病的发病有关 研究院人员表示 目前二次海膜病患者营养 不能根本原因 仍不完全清楚 它很复杂 那么可能味觉障碍 嗅觉障碍 食欲不振等因素 可能是二次海膜病早期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 而随着病情的进展 慢性炎症反应逐渐加剧 看在轻生刻苦的很多疾病中 慢性炎症都 它都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慢性炎症反应会逐渐加剧 导致蛋白质和能量消耗过多 成为二次海膜病中 中晚期营养不良的主要作用 那么慢性炎症是不是也是一个 二次海膜病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和真心呢 期待着科学的进一步进展 好 那么当然我们要通过健康的饮食 科学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很好的预防阿尔斯海膜病 预防老年痴呆 期待所有的人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青春工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